我要把這個表單給叫出來 所以我需要什麼 先在view裡面 一樣要建那個什麼呢 把它打開的那個程式 對應的程式怎麼把它打開呢 其實雲端上有啦 因為你們可以先參考一下 基本上就是 我有個樣板 那將來的話我要把它打開 所以我需要什麼 也許建一個那個 Score Phone DB的一個view的程式 然後呢去把它用什麼呢 Render 去把這個網頁給打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一樣 我就把它寫到那個 就是我們的這邊來 這樣的話呢 將來執行什麼 執行這個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被打開 接下來當然就是view的部分 view的部分的話呢 我在views裡面 把什麼呢 這邊再加一行 這邊的話呢 再加什麼呢 加一個UIL把它打開的那一行 所以 那一個部分的話 我剛剛是寫一個 這個Score Phone 名稱也叫一樣 所以這一個 然後呢 我就直接在這邊 底下再新增一行 那名稱的話呢 就是這個表單把它打開來 OK 這邊的話呢 名稱也叫這個 這個 OK 然後 這邊這個 OK 然後 把這個的 這一串 放到這裡來好了 因為第一次import 已經import這個view了 來save一下 再來的話呢 當然 我們來try一下 這個表單會不會OK 如果表單OK的話 那表示應該 就 這邊有錯誤訊息 是views裡面有錯誤訊息 這我剛這個這個 還沒寫 這個先把它滴掉了 把它save OK 好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表單 不過現在表單不會work 因為 現在我們好像還 我們還沒有把那個程式 接的程式寫好 所以這邊過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 這個 這個是 去 我的習慣是這樣 就是 先讓它跑一下那個 我們裡面的東西 如果說 首頁沒東西的話 它會跳錯誤 我就斜線 那裡面的話就把 我們剛剛建的這一個 UIL 放到它後面 用複製貼的 這個 這個時候它會把那個 有沒有 表單 啟動起來 但是目前如果我輸入什麼 輸入 已經做了 AAAGGG好 然後每個 哪個成績 我按送出 它會出現什麼 Page 哪個放 為什麼 因為我Action 後面那個東西還沒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怎麼 再把那個 後面 接成績的部分 就剛剛講的那個 Score 那個DB 就這個 這個拿來改比較快 就是 去接它的嘛 因為我剛剛的表單裡面有一個什麼 這個 Score DB 的View 所以Views裡面也要寫一個 去怎麼樣 接 丟過來嘛 我要去接嘛 對不對 那接的話呢 接下來要怎麼寫呢 後面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把剛剛寫入 因為我要接到之後寫到資料庫嘛 所以我要寫到資料庫呢 其實可以拿這些來改 那特別注意哦 可能第一行 要必須放在上面 Import要放在上面 下面這一行的話 所以這個先把這個Import 先放到最上面去好了 因為你Import的話 當然你可以Import到後面 不過我這樣寫 OK Import一個Score Line 第二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 把那個底下的這一些 複製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這個程式的下方來改 改哪些地方呢 貼上 不過貼上之後 請記得要把它按Tab鍵 因為它可以讓它下一階嘛 Tab 有沒有 讓它下一階 那裡面有哪一些要改呢 第一個的話 這個路徑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是寫在這裡 我們剛剛會在它的Module旁邊出現 可是特別注意哦 因為它這個Jungle裡面 如果你資料庫存取 假如是一個專案的話 它會把這個Db寫到那個外面去 就Workspace的外面 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幫我放在這個旁邊的話 寫法可能會跟剛剛寫入的方法有點不太一樣哦 你要必須怎麼樣 寫到那個還記得吧 我們用OS哦 有沒有 之前不是有用那個OS的方式嗎 有沒有 這個OSPACE有沒有 寫到這個是從旁邊讀取啦 那如果我要把那個資料庫寫到我的旁邊的話 那其實你就把這一行怎麼樣 串接一下 Ctrl C 寫到哪裡呢 把它寫到這個前面 意思就是說哦 我將來要建立一個資料庫 我不要建立到它預設那個外面哦 就是Workspace外面 那請你幫我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 就是這個view的旁邊 不過Jungle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它可能還要再多寫這個敘述哦 就是OS點配 這上禮拜講過了哦 串接一個這個 然後它一樣會建一個 所以多寫這個這個部分而已哦 再來的話 底下 它一樣會幫我建一個db 然後呢 Create一個table 那insert的話呢 這個資料這個部分就不用了 我們就是 輸入的部分的話我們是來自哪裡 來自表單 所以表單的名稱呢 它一樣叫a 叫b 那你要怎麼抓到這東西呢 特別注意哦 這邊要改什麼 對 request q u e s t request 點什麼呢 get 而且要大寫 對不對 然後一個什麼呢 中刮壺 刮起來 然後前後要雙引號 把這邊放進去 哎 對不對 本來input的到a 現在不是 現在是從那邊幫我 抓一個東西給我 我應該看懂這意思啦 其他都沒變哦 所以我把那個 變動的細節哦 第一個這邊要加一下 因為剛剛欽中有試啊 他那個如果沒有加這個 他會跑到外部去 就是跑到 不是放在我們旁邊哦 這一行可能要加一下 這個也是我自己試出來的 因為網路上也沒有人這樣寫啦 不過我是覺得 剛剛你也可以丟到某個地方啦 不過太難找了 我乾脆就是放旁邊就好了 那這邊這個b呢 你就直接拿剛剛寫好這一行哦 把它複製貼過來 改成b就好了 位置記得不要放錯哦 等一下 ctrl 一下 記得哦 是放在這個裡面哦 在這裡 加號裡面 ok 那記得哦 那個寫出一個地方哦 這個結果就完全不一樣 好 改1 改2 有沒有 然後呢 其他地方的話就是 欸 printer這邊的話改成什麼 這邊要改成 跟他講說成功的話 那就是return return什麼呢 return http有沒有 return 然後 刮糊 把成績輸入成功這個訊息 丟到網頁上 告訴他哦 你輸入成功了 好啊 試一下 理論上我大概沒改什麼 我就剛剛就把 剛剛的東西 複製貼過來到view 然後按個tab鍵對不對 然後上面import 下面的話呢 就是多加這個 跟加這兩個 這邊把它改成那個 就是 htt respond 對不對 好 save了哦 哎呀 還沒有改呢 應該都改完了吧 再試一下哦 有沒有成功呢 就在最後的關頭了 OK 把它back回來 重新整理一下哦 輸入什麼 GG 會不會真的就GG 好 試一下會不會成功 好 送出 它接的到嗎 哎 哦 還有哪裡 UIL 忘了加 OK 所以 UIL 好 這邊的話呢 那我一樣把那個 UIL 給帶過來 其實 可以怎麼樣 拿這個來改比較快 這個的話呢 就是要把這邊 這個 有沒有 改成那個 scode db就好了 好 不要縫 上面的部分呢 也要再加 加這個 所以把這個 豆點 我習慣複製貼過來 這樣就可以了 save一下 好 應該沒問題了 好 再試一下 上一層 送出 哎 成績輸入成功了 好 表示什麼呢 現在已經有一筆資料進去了 不過呢 特別注意哦 因為這個是全新的資料 庫啦 所以它現在就一筆資料 所以待會請各位啦 自己再去改 比如AA 剛剛沒有 按送出 又說成功了 再BBB好了 反正你就多四幾個 那再來的話呢 會有個問題 哎 那如果已經都輸入成功了嘛 那可是怎麼把它列出來 列出來很簡單嗎 不就是一樣的方法改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有一個 可能 scode db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slate出來哦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的重點哦 一 就是輸入完成機之後哦 去 讓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 在網頁上 顯示出來哦 那相關的畫面呢 我有把它整理在 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就是 按照這個步驟啦 一 二 三 然後寫入資料 就是把這個 我剛剛是直接用貼的哦 所以 大概想一下這邊我把我改的部分哦 把它mark起來 其他的部分的話就沒改 所以你最好可以的話 你拿剛剛的Python的程式來改 那以後的話就照這樣改 我想 會比較OK 因為以後還是在Python寫完 轉移過來就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也就是你Python以前寫過的程式啦 全部通通可以轉到Jungle 完全沒有問題 OK 那這樣的話你就把Python先學好嘛 然後Jungle以後要怎麼秀都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了啦 哇 這個延伸性非常大 以前像我們如果要寫程式哦 大部分都是網頁的程式歸也網頁程式耶 我們其他的Windows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寫程式 要把它能夠快速轉移到那個 嗯 Wave 又是另外一番功夫了 那Python到Jungle的好處是 哇 過程實在是 沒有 沒有太複雜 沒有太痛苦 OK 所以這個他也是Jungle的好處啦 試一下